新抢成功 参与启动仪式贵宾一同宣布 客庄十二大节庆 国庆抢成功即将登场 今年的抢成功活动 从十一月四号五号六号四天 节目相当的精彩 欢迎大家能够联络 我们外地的朋友能够回来 让我们今年的抢成功活动 比去年比往年更有看头 十一月三日至十一月六日 连续举办四天的国庆抢成功活动 有创意花灯教比赛 推交竞赛 采接嘉年华等精彩项目 每天都有不同主题 让民众感受文化洗礼 为了推广在地产业 今年将结合农特产品展售 还有琳琅满目的水果 客家小点心等等 议员林芳瑜表示 参加国庆抢成功活动的民众 一定会收获满满 在场有一些红农国 还有我们的巴勒 还有一些我们代表地方特色的 一些藕柜 还有茶花柜 其实都是在在地展现 我们客家的精神 客家的文化 所以来一趟 走一趟 我们的国庆乡 你就可以深深地体会到 这边的好东西 跟好人情 好风光 真的值得你们来走一走 看一看 体验不一样的一趟知性之旅 国庆乡是南投县最大的客家庄 这次活动的主轴 就是要推广客家文化 文化局表示 将推出南投县客家庄旅游路线 协助提升客家庄的观光产业 文化局在客委会的补助之下 已经规划了我们南投县 六大客庄的一个旅游路线 期待在我们国庆厂成功的这个活动之后 可以把这旅游的一个游城 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然后让我们南投县的客家产业的这个精神 透过游城来让全国各地的民众体会 进行体验 主办当局表示 四天的活动有静态也有动态 欢迎民众席家带卷到国庆乡做客 感受客家魅力风情 米熊怀怀国庆采访报道